GIT 703 PLUS 大家好 市面上這麼多束帶工具槍 您知道怎麼去區別它的功效嗎? 那該怎麼用呢? 用在哪裡呢? 該搭配什麼產品使用呢? 今天讓我們來為您一一的說明 像我們這一把GIT 703 PLUS 它主要用 像這種小型的束帶 2.5-4.8 這個區間 主要用在機械配電 或者是工廠包裝 用這一支 它是最好的搭配 那我們這一支是GIT 704 跟我們這一支是QIT 709 它們主要可以用在 比如說在綁束冷氣空調風管的時候 可以拆切實用 那兩支不同的差異 只是說 709多了 自動結段還有扭力調整的功能 那704就是單純用手 靠手操作 那這兩支主要都是用來裁切 像我們 920 HD束帶 這種大型束帶 可以使用的 這一支是我們GIT 705 主要是剪不鏽鋼束帶用的 一樣它有扭力可以調整 那輕鬆拉去 像我們一般在戶外工程使用的時候 我們要拉的時候不太好拉 如果用我們GIT 705工具槍 它可以幫你拉得很緊 而且幫你切斷不傷手 這是我們GIT 260 主要就是剪一些像 這一類的不鏽鋼鋼捲 那主要就是應用在一些戶外工程 或者是電線桿的綁束 或者是綁一些大型的鋁製線槽 或者是鋼製線槽 大家是不是更清楚知道 每一種工具槍 它們的功能性差異在哪裡 那選擇您需要的工具 來幫助您提升工作上的工作效率 達到示範功倍的效果 今天我們的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請記得按讚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如果您有不懂的地方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